刘培元的英文教室一次多一篇,第十三集 那我们看几个 蛮简单的英文字 Ancestor是祖先 也有人念Ancestor 都可以 Affection一般是叫影响 然后Capital是首都 Bug小虫子金龟子 小甲虫 Drum是鼓 打鼓那个鼓 可是当我们来看 Charge Auguste Lindbergh was an immortal Ancestor on aviation history 这是林白 这是第一个架飞机的 林白有名的 他是航空史上的 一个不朽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 一定有血缘关系 林白是航空史上的巨人 他应该是先驱 他怎么说是我们的祖先呢 所以他一次多一 他还是先驱 他真的是先驱 而先驱跟祖先不太一样 所以一次多一 像Affection是影响 My father died of a consumptive affection 7 years ago 我的父亲呢 7年前呢 死于 Consumptive就是肺部的 这个字难一点 Consumptive 肺部的影响 我父亲7年前因为肺部影响过世 怪怪的 所以Faction它是疾病 就是Ill Illness 就是Disease 它也是 但是你说 我们就用Disease Illness就可以了 可是语言它是丰富性的 丰富性的 它中文也是一样 一个意思可以用好几个不同的字表达 那每一个字它的情况又不太一样 所以语言是丰富的 那不是说一个意思只有一个字来表达 那不是 那语言就是很单调了 所以Faction它也是疾病的意思 那说Capital首度 To buy an electric massage chair for your mother would be a capital idea 就是买一个 我们叫电动按摩椅 我们不要念Massage Massage 那是MSSage 这是Massage 按摩 买一个电动按摩椅 电动按摩椅 为你的妈妈买一个母亲节吗 买一个电动按摩椅 是一个很首都的想法 很首都的主意 决策不通啊 所以Capital它也是很好的 很Burban的 极佳的Capital 这是变形容词 首都当然是名词了 变形容词 你看它意思又差很多 那这些也是常用 所以你看到一段文章 或者是 你看新闻或者美剧电影 它说Capital idea 它用作很棒的时候 你脑袋就在想 那首都 就是不通了 卡卡了 那Bug是小虫 然后把这个字稍微 然后把这个字稍微 The Russian secret agent installed bugs in the CIA Azerish house 我们说特工呢 电影里面藏情报人员 叫特工 它就Secret agent 那我们这边用那个 用呃也可以了 用德也可以了 那定罐词 应该是用呃比较好 一个苏联的特工呢 不然的话就加S 装置了 installed 装了一个 一个甲虫 一个小虫子 在CIA Azer Azerish house 是资产 可是呢 它也是一次多亿 在它家里面装了一个 就是那个 卸名 我们说Azer 本来是资产 可是慢慢的 在比较谍报当中呢 它就变成一个 卸名 特工是Secret agent 卸名 Azerish 关系人 卸名 装了一个小甲虫 装小甲虫干嘛 吓它吗 它不是 那什么意思呢 窃听器 Bug 它也可以当动词 所以它也可以是 名词窃听器 也可以当动词 装窃听器 或者窃听 所以窃听器 跟小虫子 风马牛不相及 天南地北 意识差很多 那像 drum是鼓啊 打鼓那个鼓 My drum is almost empty We'd better find a gas station immediately 我的鼓呢 已经几乎要空了 鼓里面本来就空了 我们最好找一个gas station 去找一个 立刻去找一个加油站 那鼓空了 那鼓怎么会空 它本来就空了 那跟加油站什么关系 那就不是鼓啦 那就说 那怎么办呢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油箱 就drum也是油箱 那当然还有一些变化啦 像drum 后面加个stick 就是一根那个树枝 硬的树枝 或者一个比较细的棒 stick 那你说drum叫stick 它就有两个意思啦 鼓 跟这个打鼓那个鼓 有关系的细枝 就是 我们叫鼓锤嘛 就敲鼓 打鼓那个敲鼓鼓锤 这个想得通 像一个细的棒子 鼓锤可以 可是另外一个意思呢 又不一样啦 鸡腿 鸡腿就是drumstick 这个又差很多 这边顺便提一下 所以我们看 ancestor 它一般是讲祖先 可是我们看 a person who serves as an influence model through another one from him mental autistic spiritual etc 就一个人呢 他作为 当service 服务啦 到我们这边 也是作为啦 作为一个 对另外一个来讲 他是有影响力的 或者一个model 是一个模范 当然先去一定是好的啦 他是好榜样 不是坏榜样 one from him 他这个人呢 具有这个 什么的影响力 在mental 在这个 精神上 这个spiritual 也是精神 mental 心智上面 我们讲心智 心理的智慧 心智 或者是艺术啦 当然也不只是艺术 artistic 就是很多的技巧方面啦 就是艺术啦 那一类的 或者是精神方面的 这方面 就先驱嘛 它都有好的影响 叫先驱 当然你也可以翻成别的啦 就大概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中英文 对照看一下 所以翻译呢 没有说一定哪一个最好 就是贴切 通顺 信达雅就好 没有说这个翻译 一定是怎么样是100分 怎么样哪一个字 用哪一个字最好 不一定 那中文翻英文也是一样 所以 那同样讲话也是一样 你不要说 你讲的不对 我昨天听了老外 他不是用这个字 那不一定 很多字都可以表达 只要对正确 贴切就可以 所以刚才说 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 它是一个不朽的先驱 那种说affection 它就是一个disease a disease 所以可数的名词 我们一定要加a 或者an 或者the 不然的话 你还要加s 所以英文基本上 数字的关系 当然 如果是不可数名词啦 空气啦 水啦 那些我们就 就 或者是抽象名词 后面加tion 或者ness ment那种 不可数就不要加 所以名词 它也是蛮复杂的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 数量 一个基本的观念 有可数 跟不可数 可数 单数一定要加a an 贴切一 负数就加s 当然 又有例外 那负数 就是有一个集合名词 很怪啊 它是单数型 但是它是负数观念 像family 它就 它就 不加s 或者machine machine 它就算很多machine 它也是 这叫集合名词 所以它这是一种 疾病 那capital 它就是 excellent great marvelous 它是非常好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讲 good great tremendous awesome 一大堆 所以它也是非常好的 capital idea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那bug呢 the very small device fix unto a phone or hidden in a room that allows you to listen to what people are saying without their knowing 这当然不是小虫子了 一个非常小的 一个device 是一个小的装置 小的物品 小的装置 fix固定在电话上 或者是在一个房间 一个空间 不一定房间 出发也可以 一个看不到的地方 隐藏的 所以至少切定器 装在电话上 但也不一定 那你出发没有电话 那怎么办 阴暗的角落 就是看不进 隐藏隐秘的地方 所以不一定是放在电话上 那现代人也不会 现在用手机 家用电话很少用 反正就是 在你住的地方的空间 看不到的地方装 你不管是用室内电话 手机 或者怎么样 或者聊天讲话 反正能够听得到 然后 那你可以听到 其他人讲话 但是他们不知道 在他不知道的情况 当然是切定器 就不是小虫子 那像这样 a large tube-like container 就是一个很大的 tube就是一个圆管子 一般是比较细的 那当然那个油箱它不细 tube就是一个圆 就是一个圆的 tube 一个像管子一样的 可以储藏一些东西 tube-like 的一个container 一个可以装置的 一个置物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是油箱 汽车的油箱 那当然了 我们一般是讲油箱 当然从英文上来看 如果它不是油箱 它其他的 比较 比较圆形状的 一个也可以 也可以用dram 但是我们一般是讲 油箱在使用上 比较多了 所以我们这边很快的 我们就学了五个单字 就是 一次多矣 Ancestor是先驱 不再是祖先 Charles Auguste Lindbergh was an immortal ancestor on aviation history affection 是疾病 那当然用的最多 当然是影响 绿色字都是用最多 可是它这个也 也算也长出现 就疾病了 My father died of a consumptive infection 7 years ago Capital已经不再是首都了 是极好的 Dubai electric massage chair for your mother would be a capital idea Bug 不再是小虫子了 变切听起了 Russian secret agent instored bugs in the CIA asset house Drown 这变油箱了 My drone is almost empty We'd better find a gas station immediately 那我们就是 可以学到这些单字 到它的意思 不是你原先想的意思的时候 它可能是别的意思 那你在学英文的时候 看英文文章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卡卡了 那我们最后也再矫正一下 一些发音 像person 它是下额最往下 person person 这个字要念得精准 就是往下压 person 这个serve也是一样 也是往下压 serve serve 当然也是卷舌 像这另外一个 another 也是常用 它也是不卷舌 another 不要念词another another another 所以有时候你音 咬得准 就念起来 就会比较像老外 这mental 是卷舌卷一般 mental mental 不是不卷舌的mental mental 那这个是短音带耳铃 spiritual 不要念成spiritual spiritual 那就比较像美国人在念 那这个非常卷舌 它是卷舌的o 不是immortal 它是很卷舌的o immortal 你看 我们不卷舌跟卷舌 念讲差很多 不卷舌是immortal 卷舌是immortal 尤其这个o 卷舌的后面加个r 是超级卷舌 immortal ancestor 这也是卷舌卷一般 aviation history 这历史呢 也是短音 history 而不是长音的history history 所以这个字 差别也是蛮多 蛮大的 像desease就长音 desease 这长音 这affection 也是卷舌卷一般 affection 这也是卷一般 seven 这seven常用 你不要念成不卷舌的 seven seven 那个超商seven eleven 所以念成卷舌卷舌 seven seven eleven eleven也是半卷舌 那你如果念不到seven eleven 或者大卷舌 seven eleven 都怪强怪调 都卷一般 seven seven eleven 所以美国已经不念eleven了 他很多人就念成eleven 当然你念seven eleven也可以 或者你就像很多老外 在美国念seven eleven也可以 那capital当然是大卷舌 capital capital 这个great就不卷舌 great 这chair 椅子也是常用字啊 也是卷舌卷一般 chair chair 不是chill 也不是child 卷一般 chair 就像tail 告诉你tail 或者电话 telephone 都是卷一般 mother就不卷舌 mother 所以父亲就是卷舌 father 母亲就不卷舌 mother father mother bug 也是不卷舌 bug bug 所以这个一般亚洲 不太会念 都念bug bug 不卷舌 bug 这也是非常卷舌 small small 因为它后面是加一个l 所以音就是往上 到最后l的时候 往上走一点 口腔往上走 small small 那一般它不念到卷舌 念small small small 那 就没有那个味道 small 这也是短音fix 不是fix 是fix 这也是短音hidden hidden 而不是hidden hidden 这也是短音 你看短音很多啊 listen 而不是listen listen 是listen 你看都短音fix hidden listen 那这个常音了 people就常音了 people 所以这个音长很多 一般都是念意 都是念成 常音都念成意 hidden fixed listen people people到常音 那这也是念agent 然后 这也是不卷舌 dram dram 不是卷舌的dram dram 是dram 所以这些很多音 为什么讲那么多 花时间讲那么多呢 这些就会让你英文念的不像老外 大家又喜欢说 我又不是外国 我怎么可以念它不一样 当然 很多华人念的 不一定途真途早 甚至很少出国来 没出国念书 他有的人 他英文发的也蛮标准 就他掌握这些原则 掌握这些母音发音技巧 所以不是说 华人 你就念不到 美国那种口音 就是你可以念到跟它很接近 如果你真的很有研究 你的发音器官又很好 很灵敏 你可能发音会比它更标准 当然不会说 念到跟美国的那个 什么新闻播报员主播 电影明星 那当然又不一样 他们是天天在讲 那当然不一样 可是我可以 可以跟一般的美国人念的 差不多是可以的 这Gas 也是大捲色Gas 所以大概是 这样子 我们就学到五个英文字的 一次多一 然后顺便 我每一集都花一点时间 去矫正一下发音 让大家的发音更接近 KK音标更接近美国人 讲到这边 那麻烦大家 可以帮忙按个订阅 分享留言等等的 讲到这里